软米歪海塞斋 软米歪海天空 哎呀 大家好 我是戴琪麦的小F 小F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看过我上一个视频 得Omicron的这个的话 感谢大家的祝福 小F已经完全没问题哦 除了要经常喝水 喉咙有点小痒 其他都OK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录个视频 就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网上 有人在吐槽的 就是在泰国学习泰语 之前我有录过 我在青麦大学学习泰语啊 有收到好多好多小伙伴们的留言跟私信 说哎呀怎么样来泰国学习啊 要学英文学泰语啊 泰国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 类似好多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想要来泰国学习泰语 那我会通过四个方面 从上课的学生人数呀 到给大家秀一下我学习的教科书呀 还有在我上课期间不同的学校 老师换了又换换了又换 再到真正在泰国的老师教泰语到底怎么样 可不可以说一口琉璃的泰语呢 好吧那如果你感兴趣就继续往下看吧 第一个就是上课的人数 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在泰国已经三年多了吧 从第一次我在语言学校里面 请了一个私教老师 一对一的给我上课 然后呢再到我需要这个学生签证 就是换了一个语言学校 然后呢又到了清脉大学 也是清脉最著名的一个大学 然后再到现在又换了一个 僧人教学的一个大学 好吧我会从我四个不同的泰语学习经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学习泰语的悲惨经历 那有小伙伴会问了 哎呀在泰国生活不用学泰语了 看到好多长期居住在这边的中国人 不需要泰语不需要英语 说着一口琉璃的中文就够了是不是 当然了当然没有问题了 我觉得住在任何一个国家 语言只是一门工具而已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学一门语言 第一能拿到你长期居住的一个资格 就是签证 这个是第一条件 第二呢你可以更快的去融入当地的生活环境 与当地人聊天呀 或者日常的购物呀 买东西呀吃饭呀 你可以更方便的去跟当地人交流 那不排除第三个 就是你真的很想学习好泰语 我之前也有中国同学也跟我说 他要学习好泰语 不仅是可以说话 而且要会写会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边做生意 需要跟当地人打交道 不是每一个泰国人都可以说一口琉璃的英文哟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除了我请私教一对一以外 那第二个语言学校呢 可能小班就是差不多三到五人左右 人数不是很多 除了学校有规定 你必须要来上课 他们要做一个登记 有的学校呢 甚至不会要求你来学校上课 只要移民局在检查的时候拍照 表示你在这里学习 那就可以了 其他的时间呢 Free 对不对 你是自由的 到我第三个换了青麦大学的时候呢 我的是我参加过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班级 那这个班级呢 就是也有规定 青麦大学规定不能超过一个班16个学生 那差不多是在第一天我们就有15个学生嘛 但是你们知道的 语言学习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呀 到我最后录制这个最后一天在青麦大学学习的视频 你们看到啦 没有几个人对不对 那也是大家为了来玩 大家为了来聚一下 才一起来参加最后一天的这个学习 那到我现在这个人数有多少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LINE啊 这个太语班级里面的人数 有69个人 但是实际上有多少人每次来上课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线上学习嘛 差不多每次呢是4个人到10个人左右 最多10个人来参加网上的一个学习 所以呀 如果你想要跟同学们一起来学习太语的话 你期待的人数有多少个呢 我自己建议 如果你真的要学习太语 请私教一对一学习 那你喜欢要结交朋友呀 体验不同的这种文化的话 那你可以去青麦大学呀 或者选择一个语言学校呀 来进行你的太语学习 那第二个呢 我来给大家秀一下 我的学习太语的教科书 大家觉得呀 如果是在国内学习 或在国外学习的小伙伴 理应想到 哇 开学了 应该是有教科书 对不对 没错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私教 就是有的两本这个私教书 在泰国学习呢 基本上没有正式的课本 所有的课本都是这种 复印件给到你的 好一点的 它会有搭配英文 旁边的注释 给到你翻译 哇 这个我觉得 这个已经是很正式的 一个课本了 它从英文的解释呀 到有些有配图呀 真的是一个 比较正式的 比较正式的一个课本 包括它第一页都有introduction 介绍这本书 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我拿到最专业的 教科课本了 那从我第二个语言学校开始呢 我收到的课本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装订 这个装订也太简单了吧 那这里面呢 它完全是用word档 自己来排版 自己来设定的一个 对话的 那我觉得呢 也OK 不算是正式的一个出版的 一个教科书 是学校自己编写的 但这个质量嘛 你们就看看吧 那大家会说 哎呀 在大学里面的课本应该不错吧 这就是我在清脉大学收到的课本 配图一看就是一个打印件 这个是塔配门清脉的标志地标 塔配门的标志 但是里面呀 里边呀 我觉得 真的是 送送 怎么说呢 就是 它虽然呢 也有英文的一些解释 还有配图 但是它大部分呢 都是用英语的 这种注音 就像我们拼一样的 去 去标志 所以对于外国人就是欧美人来学习的话 我觉得他们可能看这种英文的拼写字母会比较容易一些 也就是说在清卖大学学习呢 可能更注重你的对话练习呀 或者是基础的最基础的一些一些学习 那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现在的大学呢 现在的大学没有 没有课本 直接在网上发了一个电子档 但这个电子档呀 我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完全是泰语 没有任何一个英文诸解 更不要说中文诸解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不会英文的中文来说 在这里学习泰语真的很挑战人 第三个我要吐槽一下 就是老师 你们都知道呀 小F以前是中文老师 所以小F对老师的教学特别挑剔 小F是用专业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教台语的老师 不过泰国人的个性嘛 就是叉叉 摘烟烟是很nice的对不对 他们的热情我能感受得到 但是我在这四个地方学习 你们知道吗 老师换了多少个 第一次我请私教的这个学校呢 我换过两个老师 不是我的原因哟 有的老师要离开清迈啦 要去曼谷工作啦 要换老师 有的老师 思职了 有的就是一个学校里面就这三个老师 谁有时间谁给你上课 所以我第二个语言学校 又换了三个老师 到我清迈大学呢 换了两个老师 甚至呢 还有一个老师 是得了新冠病毒 这新冠病毒还在教我们 佩服很敬业 而且是打过三针疫苗的哟 所以我现在也不吐槽了 到我现在这个 僧人的教学的一个大学呢 我现在也已经换了第三个老师了 才几天学习哦 从二月底 其实是三月份开始学习 也就一个多月 换了三个老师 哎 在泰国学习 你们想要精品的质量 要跟国内一模一样的 这种教学方式的话 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哟 所以到现在两个五个 七个 八个九个十个 哇 小爱福已经有十个老师了 自己都不敢相信 那第四个呢 我要吐槽的就是 老师教的真的是 理想当中呢 我们的教学应该就是 哎呀老师从最基本的 像拼音呀 泰语拼音开始给你教 然后呢 当中会穿插一些 呃 我们的对话呀 因为毕竟来泰国最重要的 你要跟别人当地人怎么去沟通嘛 但是 这个真的是依照每个学校的 你遇见的不同的老师 他们的自己的一种教学方式 都是不一样的 因人而异 所以在泰国 你不能complain 不能抱怨太多 因为 这就是他们的一种 方式 像小学生一样的教你 也有可能呢 就真的是把你当成 泰国的小学生 像我现在的 这个学校的老师 英文不咋样的 全程都是用泰语来解释 课本全部都是泰语 没有一个英文字母 可想而知 你们要学习起来 是有多么的难 而且每一次只教你什么呢 认读 怎么拼读 比如说 改 鸡这个字 先学一个 再学一个 过 过 爱 改 买筒 改 这对一个 零基础的 或者是 刚想要学习 如何跟别人沟通的 学生 来讲 这是一件 多么难的事情 所以 学习了大半年的 同学们都在吐槽 哎呀 我要学习对话呀 我不要学习认字呀 但是老师们 还是给你一个 大大的笑脸说 这个很重要哟 在泰国 发音很重要 的确 没错 小F学到现在 也觉得最重要的呢 就是你要认识这些泰语拼音们 因为 这会让你的发音很准确 否则的话呢 感觉 鸡同鸭讲 以上呢 就是我吐槽 在泰国学习泰语的经历 那在屏幕前的你 有怎么样的泰语学习经历呢 欢迎你们留言跟我说哟 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如果你想要学好泰语 第一 请私教 第二呢 多看泰语的综艺节目 就有点像中国的这个 非诚古老 相亲节目 但是呢 它是男生跟男生相亲 特别搞笑 所以小F每次看就是 看到这些歌 就特别好玩 好吧 这也是其中一个小技巧了 那第三呢 就是走进生活当中 跟那些卖货的阿姨呀 叔叔们呀 多交流 哪怕你是拿着翻译器 照着翻译器来读 也没有关系 自然你可以多听 多说就可以了 好吧 以上就是小F吐槽的四大点 如果有看到不爽的 不要吐槽小F哦 好了 我们下个生日期 拜拜 唱歌 着一个个生日期 说手 ia消失 带动做娴 Committee 说手操一 看完了旁边 要买去买腿 看完了更十分了 乐点多饱饱 Rak mi wai hai sai jai Rak mi wai hai天空 Rak mi wai hai chan chú 天空 khun tukun Rak mi wai hai sai jai Rak mi wai hai sai jai the quiet lo lo woi zeau ngumi jama lang jing doe coshow kewa a cocky keo AI bong kAAa maaa kской sorry thank God scope AI hana maaf Rough as Maz ya's Mom K great fai ma tle gooud leurje 那 ou O 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